HELLO 大家好 G channel 衛生局今日下午公佈澳門再新增兩宗陽性個案 分別是53歲女性和26歲男性澳門居民 10月28號弘興大廈洪馬區 57歲男性輸入相關個案的同住太太和兒子 所居住的大廈在26號已列為洪馬區 10月28號因為南湖主確診 因而被列為接觸者轉送至隔離設施做醫學觀察 兒子昨晚核酸呈陽性 太太今早洋埋 顯示早期感染屬管控中發現的病例 而兩個患者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兩人目前有些少肝咳、喉嚨痛等症狀 現在在隔離設施治療中 引起社區傳播的風險應該較低 至於早上公佈在私打口離行魚欄工作 58歲澳門男子在珠海洋陽 衛室局表示患者住在珠海鄉州區 在工作的魚欄負責送海產到餐廳 曾接種三針疫苗過去三天 敬清貿口岸入境上班 及乘搭MT4巴士 大家要注意 一半在早8點坐車 中午在快餐店吃午飯 晚上8點在內港附近坐巴士 經清貿口岸回到珠海家 患者曾經在私打口新花城超市短暫救物 及在私打口公園休息 曾經脫下罩吸幾口煙 當局正追查患者送海產的餐廳資料 衛生局表示 當局流行病學調查跟進1,453人 另外對清州中學1,07名師生轉黃馬要求7日午檢 而美斯美高梅現時正隔離的有1,500多人 好,這集在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記得訂閱及分享 快破10萬了 大家幫幫忙 多謝支持 我們下集見 Bye